欢迎收看金领天下 2024年才开年 现在的红海危机再起 那么在先前缺船的一律之后 现在缺柜也跟着拉紧报了 甚至货柜还开始加征了 所谓这个占用费 也等于是变相在涨价 另外美国前财长 桑默说现在投赠 真的是低估了通膨 所带来的一个风险 甚至认为说美国 如果说要经济软着陆的话 现在还言之过早 另外台股大盘 在今年2024年开红盘 不过上下震荡将近有200点 整个圆圆行情 目前来看真的会落空吗 另外台积电的部分 现在反正是持续的看好 在2024年的营收 有机会来挑战2.5兆元 那么年增率是超过了百分之十五 另外在这个大陆的部分 支付宝现在大陆人行公告说 要进行这个无实际控制人 这样的一个情况 等于是北京已经将这个支付宝给充公了 这是为了要为这个数位人民币的进行 来预作准备吗 我们在今天节目现场为您邀请到金周刊 顾问林洪文 大家好 淡江大学产经系教授蔡明芳 大家好 资深分析师谢陈彦 肥豪大家好 资深分析师林永年 肥豪大家好 好 我们先请教陈彦 这个2024年才开年 不过我们说到在去年最后的这个关键时刻 这个周末真的是不平静 我们看到马仕基的货轮周末是两度的预袭 所以整个紧急停航在红海的一个部分暂停48个小时 所以在今天反映在台股上 整个货柜三雄在盘中的股价都是强涨的情况 对 因为进入新的一年 大家非常关注的 当然就是整个红海地缘政治的一个危机 是不是能够顺利的一个拆弹 可是实际上大家都有印象 就是上个礼拜在即将要封关之前 马仕基就决定要复航 因为他说有美国的舰队的一个保护 但是很多的航运公司 包含长龙 阳明等等 并没有跟进 没有跟进 结果没想到30跟31这两天 就是夜门的精英团体 他们又去攻击马仕基的货柜船 在这个过程中 其实美国也有回击 就是那几个小艇 那就变成是一个好像冲突又扩大 所以马仕基又紧急的说 我们还是要先暂停 就变成这样 简单来讲 这个富航好像就没有什么 达到什么成效 随着美国又去攻击 回击 要讲回击 夜门的这个激进团体的这个小艇 你知道伊朗也跟着又做动作 实际上现在我们最担心的 其实是红海危机的扩大 倒不是说夜门的无人机 或是攻击的小艇 而是伊朗会不会加入这个战局 那现在伊朗又派了军舰 艾布斯号又进入了红海 那麻烦了 那请问一下 那你伊朗又进来以后 加上原来的以色列 夜门 美国 那难道又要变成 整个军事的冲突要扩大吗 这个是大家担心的 就是说整个伊朗 你看武装势力攻击航行的船只 会不会使得整个紧张 整个又持续的升温 这是现在大家担心的 所以你看英国跟美国 现在已经要 这个是泰国时报它引述的 就是说共同制定的计划 向叛军发出最后警告 那请问一下 那这样的危机是不是就停了 当然就不是 所以整个局势就越来越紧张 而这当中我们特别注意一下 最直接有关的 我觉得当然就是货柜 也就是海运的部分 这个之前我们有分析过 这当中如果货柜的报价上来 运价上来 那会产生什么影响 我觉得这可能还是 只是其中一环 请问一下真的这个航商 像马斯基等等 他如果还是持续走红海 请问船员愿不愿意跟船 危险性变高了 所以你看现在 这个丹麦航运界已经同意 行经 他可能只是经过 行经红海 的这些船员加薪一倍 因为太危险了 没有人要去 重赏之下必有勇夫 好可是这第一个 第二个 现在开始抢货柜了 因为大家都知道说完了 那这个我们有之前 有分析过要绕好望角什么 反正现在已经塞住了 好现在就开始 这个附加费的部分 货柜使用费的部分 简单来讲我跟各位讲 从1月1号就是我 2024年开始 2024年 我们今天也是2号了 好等于从昨天开始 旺季附加费 排放交易体系附加费等等 我跟各位讲 加上去一口气加了好几千 美金一Q 大概我算了一下 大概可以加到5000到6000 这个是非常严重的 所以你看包含了薪资的成本 附加费全部加上去以后 我想问一下 那运价最后是多少 那很简单 他就从1400 1500 我现在已经几乎攀升到5600 可能最后你付的价格是这样 非常的吓人 那现在海运抢柜的情况 非常的严重 现在货柜为什么卡在欧洲 很简单 我亚洲要过去的 我绕好望角到 刚好到 你现在欧洲要出去的 又卡住了 所以现在已经几乎全面 全部挤在哪里 挤在欧洲 塞港的现象又来了 那结果欧洲塞港 亚洲没有船 然后没有柜 因为空柜还没有回去 现在反正问题很严重 那现在加征的部分 你看1Q加1700 2600 对不对 好 幅度下来 已经每Q的运价 已经变向涨63% 涨6成以上 但是我要跟各位讲 我要跟各位讲 这一个是在跨年前的 最后的讯息 对不对 我们刚才讲到 1月1号开始要加征的 这些如果加上去 会不会更惊人 会不会更惊人 所以这个也是为什么 这个今天算是新年开回来 开红盘的第一天 我们就看到运价 相关的类股都大涨 包括长龙 阳鸣等等 这里面我觉得有一个非常重要的 也是美国潜在场上莫斯 他特别讲的一个观念 我们现在上面写 低通膨回不去 我们打一个问号 因为我们都不希望 我们都不希望 但他这里有 上莫斯特别提醒大家 不要低估通膨的风险 因为真的能够达到2%通膨吗 如果不行那怎么办 压力的来源薪资的上涨 光刚才传源就加一倍了 对不对 罢工的问题 是不是之后都不会再有 好 劳动力吃紧 地缘政治风险 像鸿海是地缘政治的风险 他特别提到的 这个地缘政治风险 我要提醒大家 这绝对是今年 大家非常关注的一个话题 我想问一下 如果说鸿海的事件 没有快速的结束 运价一直持续维持高档 不只在农历年前 甚至包括在农历年之后的话 请问你看现在是CFI 这个运价指数 在封关前一周 就最后一周 涨多少 四成 四成 这个礼拜我觉得数字 还没有出来 会不会再持续的飙涨 是我们所担心的 是我们所担心的 所以如果 这个运价指数的上涨 影响到了通膨的状态 那有没有可能 原本大家认为 今年三月可能降息的 这件事情会往后延 而这个变数发生的时间点 会在一月底 为什么我把时间点 可以讲得这么清楚 因为我完全摸清楚 联准会鲍尔接下来的行程 因为一月三十一号 就是那个联准会会议 那如果三十一号的时候 他担心 他也讲出来 在会议纪要当中 他也谈到他担心运价的上涨 有没有引发通膨富然的可能 所以可能维持利率水准不变 又需要再持续一段时间的话 原本大家很开心 要降息的那个party 没有发生 那股价会不会修正 为什么我要讲这件事情 罗素2000就是我的 我曾经的好朋友Wilson 就是那个最后在年底投降的 大空投Wilson 他曾经讲一句话 我们在节目里面有特别提到 他说降息会有利股市的回升 尤其是他说 要特别关注中小型股 对不对 如果大家有印象 有认真看我们节目的话 好不好 那我就以罗素2000为主 果然你看这段时间 其实过去连续六周 都是持续上涨 表示Wilson看到 没办法了 市场上有没有注意到这件事 有 可是妙的事情是什么 上个礼拜 就是封关前一周 罗素2000既然跌 为什么中止连六红 对 是不是就在反映 我刚才所讲的 如果运价指数持续上涨 会不会大家又担心说 那三月降息这件事情 五月会不会六月 七月 九月 然后就又过到圣诞节 因为这个问题 我觉得不能轻忽 真的不能轻忽 好 那因为现阶段 所有的华尔街的外资 他们估在美股 今年的表现 其实是不错的 最主要是奠基于 如果我们去看 这个获利的部分 就从第二季 第三季 第四季开始 它是逐季的上涨 连这个年增率 都能够达到两位数 可是我要提醒大家 这个预估的一个状态 是奠基于 三月会降息的情况下 也就是 如果要像这样子的上涨幅度的话 你就必须前提是要降息 三月要降息 那三月要降息 请问一下 孕价如果涨这么多 又持续延续有可能吗 我提出 我打一个很大的问号 当然如果这个没有持续 就是我讲鸿海的危机 没有持续 然后孕价很快的就恢复正常 农历年后 只要农历年后恢复正常 联准会还是有可能在三月 即便是慢到五月降息也OK 那大家目前估的 这个S&P500的水准 的年底的目标价 如果以德意志银行来讲 大概可以到五千 五千 目前估比较悲观的 大概只有这个 这个是摩根斯坦利 但基本上即便高盛也好 美国银行也好 德意志也好 目前估出来都是相对乐观 但是我要提醒大家 非常重要的一个结论 企业的成长 两位数的成长 包含S&P500上涨10%的 这样的一个空间跟目标 都是奠基在三月或五月 可能降息的基础之上 所以如果鸿海的地缘政治的风险 没有快速的解决的话 我觉得这个部分 这个问号我们可能 至少要打六个 就是我们会担心这件事情 提醒大家 好 刚刚陈燕带我们看到 原本市场预估说 美国在今年三月份 就会降息的可能性很高 现在美国前财长桑木斯说 这个通膨很有可能会死灰复燃 那么包括现在 鸿海的危机再起 当然这也影响到 在台股的一个表现了 在今天我们要前提到永年哥 今天全职股的卖压比较沉重 所以虽然2024年 第一个开鸿盘交易日 虽然是小展开出 但在盘中就翻黑了 而且上下震荡的幅度很大 将近有两百点 接下来到底要怎么看 这个万八会不会离我们越来越远 现在看起来真的是越来越远 今天早上开盘的时候 好近 剩下四十四点不到 因为去年封关的时候只差七十点 对啊 没错 今天早盘还在创波段的新高 所以看起来真的有点让人害怕 那么我们现在看一下 有哪一些方面对于我们的大盘会有影响 第一个就是美国股市 我们从技术面看的话 确实他们已经开始有可能会展开一个技术性的回档 因为大家知道 像是不管是道琼或者是NASDA指数 或S&P500指数 他们都已经连九 周线连九红了 那个短线技术指标 已经热到一个发烫的 这个冒水蒸气的程度了 所以随时可以出现一个技术性的回档 那这一次我们台湾股市之所以能够走势这么的强劲 那我们不可否认的 有一大部分因素是因为美国股市很强 所以美国股市如果出现一个技术性的回档 我所谓技术性的回档 不是一天的 就是一个波段的技术性回档 那么我们台湾股市恐怕也会跟着一起回档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我们可以今天可以看得很清楚 有一些法人大户 我指的不是三大法人 就是我们一般的像什么保险基金 或是政府基金 看起来有一些做一些获利调节的动作 所以除了刚才水军所说的 那么这个我们那个像台积电 或联发科 对不对 跌幅今天很深 对不对 那除了这些之外 其实AIP是一概念股 有没有发现 今天也很惨 对 AIP是跌得超惨 对 跌得很惨 对不对 这两大族群一跌下来 那指数就不用讲了 那第三个我是认为说 因为选举在一起了 那投资人会退出 比较会退出观望 反而没有期待选举行情 进去发挥 因为已经涨了一大波了 对不对 所以大家想说 我先落贷为安 对啊 万一这个在野党赢了怎么办 对不对 大家会心里有这种想法 对不对 那再过来一个 就是明天必须要强力反弹 明天如果能够强力反弹的话 比如说今天跌了77点 明天能够反弹个67点 或70点的话 那这个盘是还有救 今天变成一个假跌破 如果是强力反弹的话 就是六七十点以上就算了 是是对对对 没错 因为这样子的话 那今天的这一根黑 只是行进间换手而已 假跌破而已 对那可是呢 如果明天继续收黑的话 就要小心点了 月线可能会失手了 是的 下滩月线 那所以我们看选前的区间 大概是在17600 就是月线 应该会有强力支撑 那高点呢 18000点恐怕会守不住 所以接下来还是要看 鸿海维基所带动的这个航运股 因为连航空都跟着被带动 对没错 没有办法用船运 有的就用空运 对那个集单 空运集单 对不对 就会有这种 大家可以看一下 在上个月 这些外资 还有投信的买卖超 这个航运股 航运股跟航空股 主要的股票 大家可以看一下 其实像长荣跟阳明 其实外资还有投信 其实是全力在这边买进的 买超的 那么至于说航空股 反而外资站在卖方 那投信只是琢磨一点点而已 看起来好像这个航空股 好像没什么用 那一看起来很弱 可是大家注意看一下 我是认为说航空股 有后来居上的可能性 有这个可能性 为什么 第一个 因为鸿海维基如果扩散的话 那么吉丹就渴望会转到空运来了 所以货归航运走完之后 这个航空可能会跟着接棒 对 没错 然后题材有什么 总统大选跟农历新年返乡潮 对不对 大家会回来 第三个更重要就是油价下跌 因为我们知道油的油价是占了 应该说成本非常重 成本四分之一 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 所以非常重要 好 我们看一下 那长荣航今天表现非常的精彩 这个是周线图 其实他重点不在于说 今天是不是收红 而是在于说 他今天一收红 就突破了上档的这些技术压力 包括了半年线 包括两年线在内 他都突破了 而且站上去了 所以在技术面上来讲 是这个对多头 现在是有利的 开始转强 对 那去年的EPS 渴望创历史的新高 预估大概是四块 这个是非常保守的估计 所以四十块钱已经是保守的估计了 那所以预估他的明年的 今年的直立率大概是6% 其实很高 对不对 第一个高直立率 第二个 他的单价非常的低 现在大家要找低单价的股票 低级起低单价 对 而且未来有前景的股票 真的很难找 很难找 对 所以长荣航 我们就可以注意一下 那另外华航呢 因为华航呢 他的货运 比这个长荣航要强 对 所以这一波 这个鸿海的危机 对华航的利益是比较大的 收益是比较大的 所以大家可以注意一下 那当然他的那个总共的 他的这个EPS 还有预估值利率 是比长荣航要低一点 可是两个各有所长 所以两只股票都可以注意一下 好 不过在这段时间 大家也会关注这个外资 到底怎么操作 外资在封关前 其实连续四天买超台股 八百多 其实在今天还是继续买 今天也买了十亿多 对 没错 所以永年哥可以跟着 外资的操作来进出吗 我觉得应该是可以 为什么说应该可以 因为我们知道 外资他每次买什么股票的话 他不是只买一天 他一定是一直买 一直买 你知道吗 连续的买 对 一直把他累积上去 而且因为他们的资金 比较庞大 所以他们琢磨的股票 大概都不会太差 那我们可以看一下 在上个礼拜 就上个礼拜 这个外资买超的 这些股票里面 像是联电买超十万张 鸿海买超2.2万张 华邦店了2万 群创3.2万 友达这2.9万 那我们再看投信 在同一个时期 只有群创 他是小卖了33张 这是很小幅度的调节 对 然后友达小卖了309张 其他都是在来买方 那可是从这里面 我们在挑选了两档股票 一个是做这个记忆体的华邦店 那另外一个就是面板 面板的群创 那会选他们的原因 第一个就是单价很低 你看一下 华邦店今天才收30块 那群创今天更惨 才收14.4元 对不对 我们不能说更惨 还更低廉 OK 好 那么所以大家可以看 那除了这个物美价廉之外 大家可以看一下 他们的技术面 它连续回档两天了 可是成交量立刻缩小 然后你们发现在盘整的时候 它都是价涨量增 价跌量缩 所以它是处于一个 多头的格局里面 那我觉得只要量价不失控 这些股票还是有机会的 那另外就是群创 群创的面板股 大家也可以看一下 它在过去的四个交易制 都是在盘整 然后量缩盘整 它所有的大量都是出现在底部 是 都在低档 所以它大量 都是在每一次的底部 在出大量 对 每一次的底部 所以它低量 这个低档 这个出大量 变成了这个大量 逐底的一个走势 所以它现在也是处于一个 量价配合的情况 所以技术面上来讲的话 这两张股票 都有这个物美价廉的这个优点 那当然了 在它的基本面来讲的话 那它华方电 因为它做记忆体的 我们都知道记忆体在今年 从今年的下半年开始 应该它们的价格 应该有机会大幅度上涨 那至于说群创来讲的话 面板 现在它们已经叠价 已经开始 差不多要止叠了 所以我觉得 这两个类骨 都可以值得我们观察注意 好 刚有年格 但我们看到 包括在记忆体 还有在面板的部分 现在都看到外资 有在卡位的这个情况 不过我们说到 整个产因面的焦点 现在还要特别关注的是 在半导体 还有在被动远近 要请教冯文哥 日本的能登半岛 发生了大地震 而这个地方 其实我们也知道 它是属于这个被动原件 除了半导体之外 是被动原件的这个总阵 会有影响吗 是 好 我想这次日本地震 我们从画面上看到 其实有一点严重 我看到死了三十几个人 那不过大家知道 就是说日本是一个地震 非常频率发生 很高的国家 所以他们建筑物 其实是非常强 这个很坚固的 耐震 对 很耐震 可是你看到那个 你看那个地都毁了 然后很多建筑物倒 所以表示这个地震 还是严重程度很高 那我们如果去看 就是说 刚刚讲到就是说 被动原件 我们大家都知道 日本有一家公司叫春田 春田这家公司 它的工厂 有几个是在这个地方 它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说 它生产Wi-Fi 跟蓝牙的模组 那另外还有一个就是说 生产SOVIET 就是表面绿波声波器 这个表面声波绿波器 那这个它是市占 是全世界五层以上的 所以我想这个应该是 它是一个很主要的供应商 但是我们现在目前看到就是说 好像没有传出很明显的灾情 因为公司也没有发布 而且我看今天的台股的股市里面 这个跟被动原件有关的股价表现 也都没有什么很大的明显的波动 所以我看这个 这个可能我们接下来再继续观察 就是说春田有没有公布 它们的损失的情况 但是我觉得大家可能更关心的是 半导体跟面板 那事实上在这个地区 面板里面 日本的这个显示器工厂 是在那边 那个是Japan Dispair 那是一家日本主要的液晶面板的供应商 另外东芝跟那个国际电器 两个也有半导体工厂 另外还有一个叫做这个三肯电器 它是有很大的功率半导体 它是主要是做电源 那它这公司也规模也非常大 那你现在看到就是说 我们好像也没有看到说 他们有公布说比较严重的灾情 所以你如果去看 这个目前我们也是密切关注 看他们会不会公布什么样的一个损失 但是我想很重要的就是说 大家每次讲到地震 大家记得1999年台湾也发生过地震 那一次地震非常严重 那日本其实从过去几年 其实也都陆续发生过几次 那大家每次讲到地震 都会想到说 是不是晶片又要涨价了 对 很担心供应链 他们整个没有办法生产 然后到时候可能供不应求 就会出现涨价 那我想一个很重要的关键就是说 我看现在很多资料在讨论这件事情 那比较关键的是说 因为现在日本的半导体工厂 当然是都比较在一些 我们刚刚讲的像这个电源 或者是比较是 那个比较是 不是主流的一个产业里面 那但是它在半导体的材料 它市占率是很高的 对 52%还过板 19个半导体的材料 它有15个是占全世界第一的 所以也就是说 如果它的供应链 受到一些影响 那它可能会冲击到 全世界半导体的生产 所以大家要密切关注的是这一个 那我想就是说 这一次大家会关心 这个半导体的影响 就是说刚刚讲说会不会真的涨价了 那当然现在你也要看 整个半导体的供需的情况 今年的半导体的情况 我相信是比去年会好一点 大家知道2023年是一个不太好的年 其实大家的业绩都很差的 那但是当然股价有很多涨很多 那当然那个是比较是 大家就是在预期 就是说2024年景气会回升了 所以股价就先涨了 但是基本面其实是不好的 那今年其实基本面是有好转的可能 所以就是说刚刚讲的会不会涨价 其实现在有好几个 我们刚刚已经讲到 记忆体或者是甚至面板都有 都有可能有涨价 事实上都爆价 事实上都是越来越强 所以也就是说这次的地震 我觉得可能大家可以关注 当然现在我们刚刚讲那个春田 因为他供应很多给iPhone 那iPhone的那个旺季的供货 已经过了 现在是1月了 那旺季应该都是在去年底 所以这个我觉得很多的因素 我们可以再继续观察说 这个涨价到底会不会很明显的出现 你知道台积电在雄本那边要设厂吗 那会不会大家也担心说 他的整个应变的能力究竟如何 是 我想雄本是预计2月24号 他会有一个比较大的开幕一次 我相信那个时候我已经听到很多供应商 供应链都要去了 那我想对台积电来讲 我想今年2024年也是一个 大家估算比较好的一年 因为事实上台积电在去年跟前年 其实他应该说去年2023年 他的业绩成长是不好的 那现在很多估计就是说 法文是估就是说今年因为AI的晶片的 使用量很大而且其他的竞争者 三星 英特尔都还没有上来 所以我想台积电可以拿到大部分的订单 所以事实上已经有很多法人在估 就是说台积电今年的营收 有可能突破800亿美元的大关 会成长15% 那成长15%大概到820亿美金 那这个成长率我相信也是这几年 也算是对台积电来讲 也开始可以再走上升的曲线 因为经过两年的不景气 那另外宽量国际也有估一个 就是我觉得也很有趣 就是说这也可以当做大家投资的参考 他讲的就是说台积电很强 那台积电的供应链 讲的是台湾的 他们把49家的那个台商的 提供给台积电的供应链 就非常多的公司 他去做一个预期就是说 就是台积电在台湾相关的供应链 对 因为台积电这几年 开始很支持本地的供应商 那这49家公司 他们估就是说未来十年 它的市值成长可以有十倍 也就是从现在250亿美金 增加到2500亿美金 那台积电自己也会成长 台积电自己的成长 市值大概是3.6倍 所以就是说供应链的成长会比它多 那当然它的做的假设基础 是用就是说台积电的 这个营业额的那个 他们叫Kager 就是复合成长率是15% 那49家供应商是20% 那但是因为市值 台积电的市值 它的算法是用 市值大概是营收了5倍 然后它的供应链是 市值是营收了2倍 然后它用这样去估算就是台积电的市值 可以成长到1.7兆美金 现在是5000亿美金 那台积电可以到1.7兆 3.6倍 那这个供应链 250亿到2500亿美金 是10倍 所以重点就是说 大家投资台积电之外 还要去看看台积电的供应链 有哪些公司 49家公司 很多都是上市贵公司 或者是在新贵 那这些公司 大家可以去关注 未来的成长性会比台积电还高 那也是很多投资人要赚到钱 一个很重要的 一个应该是很重要的投资标的 好 红哥 但我们看到台积电2024年 要重返成长的轨道 那么相关台积电 在台湾的这个供应链 都可以值得来做留意的 另外我们要关注的是 在中国大陆 中国的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 在去年12月 是降到了49 这是6个月以来 最严重的一个萎缩 我们要请教蔡老师 台湾去年对中国的投资 是锐减到了12% 而且台湾书中的产品 大概有9成是所谓的 中坚财的一个部分 所以说现在凸显的是 两岸的经贸关系的部分的话 其实不是单方面的在让利而已 其实是一个互惠互利 这样的一个局面 是的 我想刚刚几位来边 已经提到 包括红海的问题 还有日本地震的问题 这可能是短暂性的会影响 全球的一个经济的因素 另外一个目前我想 长期在影响全体经济的问题 其实主要就是中国的因素 中国的因素 PMI其实往下掉在50以下 其实不是只有中国这样子 台湾其实也都在50以下 今年许多的时间 为什么因为整体的一个出口状况 其实不好 所以你的PMI自然也就会不好 但是跟中国比较不一样的是 为什么中国PMI持续这样掉 会让人家忧心 是因为投资的部分 就刚刚主持人提到的 台湾对中国的投资 其实在下降 而且台湾对中国的投资 已经变成只剩下 对外投资的12个% 事实上这个 是很低 是 这个降的幅度 其实是我想过去 大家很难去想象的 因为过去中国是 吸引全球的外资都会过去 但是在现在 其实包含台湾在内 许多国家的外资 都慢慢的在减少中国的投资 甚至是离开中国了 所以这也就反映在 另外一个数据 就是刚刚主持人有提到 就是整个就业的状况 其实是不好的 台湾在这个部分 虽然我们的PMI往下掉了 但是我们的 这一个就业数字的表现 还是不错 我们这个也可以反映到 台湾对于中国的出口 其实也会开始在转变 我们台湾整体对于 全球的出口 大概出口结构来看 有7成4的部分 今年1到11月 有7成4的部分 是集用在所谓的中间产品 就需要再加工再出口的 对中国的部分 其实高达了9成 其中有很大一部分 是刚刚大家已经提到 这个集体电路的部分 所以这个比重 其实是非常非常高的 当这个中国的经济 开始往下掉 掉的原因可能是因为 别的国家的需求下降了 也有可能是在中国设厂的厂商 减少了 我们现在看起来 中国两个都有 中国这两个都有 这些供应链 它就会开始移往印度去 移往越南去 或移往墨西哥去 所以你可以看到 刚刚秀出来的 就是我们对于中国的 全球的出口虽然有衰退 对于亚洲的国家的出口 大概衰退了14% 对于中国加香港的出口 大概衰退了 将近19% 但是我们对于有一个国家的出口 其实是增加的 就是印度 那个增加的幅度是往上 当然印度目前 占我们整体的一个出口比重 还是非常非常的小 但是我想随着整个 是 随着整个 因为它的机器人 所以它成长空间也就会很大 所以印度在这个部分 我想会跟一个东西 有很大的关系 当然就是全球公共的移转 我们知道现在iPhone最新的手机 也有一部分都已经开始在印度代工 所以随着整个供应链的移转 包含我们也可以看到 韓国在目前 它过去对于中国是很大的粗糙 在今年开始出现的逆差 甚至在这个月 美国变成韓国最大的出口国 取代了中国 这是睽違了20年半 当然只有一个月而已 我们很难去确定说 是不是这会变成一个长期的趋势 但是在过去20年都没有出现 在2023年的年底出现了 这其实就是一个讯号 所以不管说从过去 韓国其实是很特别的 它不只跟中国有签FTA 它也是RCEP的成员国 所以我们常常会去说 你是不是应该跟中国签FTA 或要加入RCEP的组织 其实这没有一个必然的关系 你可以看到 当你的东西卖不过去的时候 就变成它的东西会卖过来 那有时候就会对你国家 相对比较低品质的 或低附加价值的产业 会形成更激烈的竞争 所以当整个供应链 开始这样移转的时候 我想印度的角色 可能就会慢慢的变重要 我们刚刚提到 台湾对印度的出口在增加 最近其实中国也开始 对游戏产业的监控 又在进一步的加研了 所以我想最近我们也看到 刚刚我们在上面也有提到 就是台湾 印度还有美国 特别是台湾跟印度 台湾跟美国驻印度的大使 特别对于网络安全 网络安全的问题 特别开了一个会议 在去年的12月上旬的时候 当然这个会议 未来会怎么走 其实不确定 可是这也凸显了 为什么美国他不去找中国 当然不太可能找中国 因为印度就一直在抵挡中国 他不去找韩国 他不去找日本 他特别去找了台湾 我想有很大一个原因 也是因为台湾半导体在这一块 吸引美国的一个注意 我们希望我们从中国的供应链 移往印度去 最重要的原因当然就是希望可信赖 所以当这个可信赖的程度 可以提高的话 我想这是美国非常非常关切的 所以未来我觉得 当中国在持续往下的话 我们另外一个持续 应该去观察的重点 可能会是印度的 因为这也反映在台湾 对印度的这个出口上面 好我们先休息一下 稍后来关注的是在中国大陆 现在大陆的人行 他们公告说 同意支付宝要变更为 所谓无实际控制人 也就是把支付宝给充公了 究竟是什么原因 我们来关心的是 阿里巴巴集团的创办人马云 他其实在2006年的时候 曾经公开说 只要国家有需要 我随时都可以把支付宝 给上交国家 结果评验 现在真的被充公了 你许愿了 我阿拉丁神的满足你的愿望 我就直接把你的支付宝 直接就没收了 我没有没收 是你说有需要 你可以上交 那你气啦 你都讲了 我也不客气了 我就直接把你收回来了 简单来讲 你特别注意一下 这是最近中国中央银行 所宣布的要求 核准支付宝 变更为无实际控制人 原本的实际控制人是谁 就是举个例子我的股权超过50% 我的股权超过30% 我是不是就有控制权了 那过去马云一直用的做法是 我没有很多的股权 但是我有很厉害的投票权 那也是有实际的 控制的成分在里面 当然他后来自己的股权 持续的一个降低降低 到后来甚至退出了 所谓的投票权的掌握 那当然他本身 就不是实际控制人 再加上几个两个 非常重要的大股东 一个是恒生电子 另外一个是国泰保险公司 就是中国的 也退出了实际控制人的身分 所以简单来讲 现在支付宝原本所属 蚂蚁金服这个集团 他已经完全的剥离了 那也就是说不是剥离 是他对支付宝 没有实际的控制权 就是我们要很认真的 经营支付宝 但是如果国家说要做什么 我们就会照着你说的去做 因为没有实际控制人 那简单来讲 就是完全由中共在监控 这整个公司 所以支付宝现在变 共产了 对 所以在中国 有钱人的钱 其实不是他的 你一定要认清楚这个事实 所以他这句话 其实也是多余的 因为他不讲 他也是会把他给拿走 也是会把他给拿走 当然现阶段来讲 为什么中共他对于支付宝 他这么 这个叫什么虎视眈眈 还是那个叫寄予是不是 那个是这样念 就为什么 我跟你讲几个数是 其实蛮可怕的 他有 就他的这个 一年的交易比数是多少 你知道吗 一年一兆比 一兆比 很可怕 就我们讲第三方支付 另外他现在有多少商家 在使用支付宝 实际上如果你到东南亚 你就会常看到一个叫 阿丽佩 阿丽佩 我去泰国 他们就说 一直跟我讲 阿丽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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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一直听着台语说 你买不 你买不 后来才知道 他的意思是说 阿丽佩 我想说泰国人 也会讲台语 其实不是 他就在讲阿丽佩 是 八千万家个店 八千万个店家 全球有十亿人在使用 我问你 如果你是习近平 你会不会觉得 每天都睡不着觉 因为说这些资金 这些资料 这些资讯 你都没有办法掌控 你不觉得很可怕吗 12月17号 他们在中央政治局会议 就金融工作检讨会之后 他们推了一个叫做非营 就是非银行体系的支付的 监督管理办法 怎么突然之间 跑出这个办法 很简单 就针对谁 就支付宝 他就是非营 就是不是金融体系的支付 而且他不是讲 非营的机构什么 他是针对支付 真的支付行为 第三方支付这一块 什么时候实施 5月1号 所以简单来讲 就是刚好我就收下了 这个支付宝 马云你要的礼物 我就把它送 他送了礼物 我们就把它收下 但是我不能吃相难看 所以我要有一个监督管理办法 对不对 让大家知道说 因为我们要针对这个监督管理办法 来做一些运作调整 简单来讲是这样 当然没有实际工资人 就代表谁说了算 就是中国官方说了算 官方说了算 为什么 因为未来要推数位人民币 总不可能我要推数位人民币 我还问你马云说 你觉得怎么样 所以他把支付宝充公 就是为了要发展数位人民币 因为未来很简单 你的数位人民币 就跟支付宝连在一起 请问一下 8000万个店家 10亿人在使用 我要发数位人民币 我要发红包 我要做所有的薪水 干嘛 干嘛 我还要跟谁讨论吗 不用 我需要再另外设计一个系统吗 不用 我需要再做一个平台吗 也不用 我直接用什么 支付宝 很可怕的 所以预计应该就是为了 为推广数字货币 扫清障碍 所以很多人说 因为马云那时候在上海 金融论坛的时候 讲话讲得不好 其实我觉得那都不是 时间点刚刚好 反正他一天到晚就讲座话 重点是蚂蚁集团 支付宝蚂蚁集团背后的股权 又相当相当的复杂 再加上有非常多的红二代 或是我们讲正二代 这些的势力结构在里面 就我们讲权贵 所以对习近平来讲 透过这样的一个方式的 一个整顿 他才能实际去贯彻 他想做的事情 我觉得原因是这样 非常简单 阿里巴巴跟腾讯 这些网路巨头 网路巨头其实一直被整数 市值这三年来蒸发了1.2兆 市值腰斩 基本上都是腰斩 阿里 腾讯 美团 当然很多人就说 如果这样整顿过后 蚂蚁是不是就可以重新IPO了 基本上一定可以 可是你觉得还迷人吗 应该就差很多了 那为什么你看 彼得森研究所 高级研究员洛福利 他说尽管中国领导人习近平 也承认外国资本的重要性 蚂蚁金服务可能也重新 在香港挂牌 可是吸引人吗 不吸引人 因为外资已经开始 有寒蝉效应 他们资金要回中国的可能性 其实越来越低 那包括我们往下看 在中国的状况是这样 你看这个公司为了资遣员工 整个就业市场 是不是状况越来越差 对 为了资遣员工很用心 直接把公司搬到深山去 搬到秦岭 这个以前上地理课 才会知道的秦岭 把公司搬到山区 这个为了员工好 就是搬到山区空气好 但是你要坐车 然后再走山路 光上个班 就要花两个小时的时间 那员工会不想坐 那你就自己扔职好不好 资遣辈都不用给了 我们也没有勉强你 你就自己离职 对不对 就这样子 一十几个员工 就直接离职 离职以后 公司说想一想 这个真的在山上开公司 这个头壳好像有点问题 我们还是搬回市区好了 就搬回去 实际上你就知道 这个公司在玩手法 在玩手法 不只这样 你看这个装饰公司 75家倒闭 为什么 就是因为生意做不下去 日子不好过 大家也发现说 你的房地产市场 整个紧缩以后 相关的这些产业 也跟着被抽离 我们讲进入真空状态 当然对员工来讲 那怎么办 这个很有趣 这个是中国网路流传 广东佛山山水区 南山镇的一个名单 叫做躺平休闲人员 拟定名单 我一看这个 我看这个名单 好像蛮不错的 休闲人员的名单 意思说大家平常还蛮做 不是 躺平的意思就是混 就是我要好听 你不要说2023年度 混名单不好听 对不对 他就叫躺平 简单来讲就是混 然后工作 这个使不上力这些 你知道 给你机会去做调整 那部门要改进 可是你从这几个趋势来看 实际上就内需的一个思维 就业的状况来讲 其实是每况愈下 那说实在有好工作 谁要躺平 好我们先休息一下 稍后来关注的是 整个重电股 在今天成了盘面 关注的一个焦点 那么现在到底 是不是重电股 持续满进的好时机 在美国现在通膨降温 所以市场预期 美国联准会 可能会在三月 就会降息 也吸引大量的资金 现在重新回到了 股票基金在布局 另外苹果 现在被巴克莱给降品了 主要是因为认为说 苹果在今年包括像是iPhone 或者是Mac电脑 可能需求依旧是相当的疲弱 这也导致苹果的股价 是下错了3.6% 另外新的一年才刚开始 那么美中科技大战 是又开打了 现在埃斯莫尔 应拜登政府的要求 他们提前取消了部分的 这个DUV出货给中国 这会让中国的半导体发展 是更加的雪上加霜吗 另外在台股的部分 今天表现相当的疲弱 是开低之后又往下走低 而且一举跌破了月线 接下来还会有再破底的危机吗 不过现在新冠疫情 是再度升温了 所以在今天排名上可以看到 防疫股都是往上大涨 这样的一个情况 那么相关个股 在后续的股价表现会是如何呢 请教陈彦 市场预期说 美国联准会 最快可能在3月份就会降息了 不过大摩说要不要降息 还是要看整个就业市场 现在到底表现如何 所以在这个礼拜要公布的 这个非农数据就很关键了 对 市场确实非常的关注 降息的时间点 当然从去年第四季开始 大家就大幅度的压注 今年很可能提早降息 比如说3月就降息 这件事情 但是有很多的数据 我们必须要综合来判断 我们先看一下 其实国际热前过去几周 确实在要跨年之前 大幅度的一个流入 我们看一下 包括到你看 12月27号为止的这周 160亿美元流入全球股票基金 为什么要流入股票基金 因为降息对股市本来就有利 这个是一个非常合逻辑的推论 对 所以基本上因为通膨降温 我们也认为 接下来12月的通膨的数据 应该还是可以持续的下滑 这应该没有问题 所以大家就认为说 3月应该会降息 可是我先特别提一下 因为其实昨天我们节目 也有聊到这一块 因为在录影前 我们看3月份降息的几率 其实昨天在看的时候 大概有85% 可是今天已经掉到75% 很快就有10%不见 为什么 我觉得主要还是 大家在思考的是 不管是说航运指数的问题 还是后续包括就业市场的问题 我们来看一下好了 因为现阶段来看 为什么大家都一直认为说 应该要降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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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升息的第一个目的 当然就是要压抑整个通膨 因为你通膨一直上去 对景气的复苏是不利的 所以如果利息 CPI的部分 能够有效的降温 我干嘛要维持高息 我这时候只要把息降下来 经济成长 就会恢复原来的轨道了 对不对 好 那经济到底恢复轨道了没有 如果没有就要降息 如果有就不一定要降息了 结果我们看到 其实2023年 不管是欧元区南韩 台湾还是美国 我们去看这个PMI 尤其是美国 你看上个月的PMI 47.9 就代表 大家对未来的景气的展望 是不乐观的 所以他不愿意采购 因为PMI要采购经营人指数 低于50以下 没错 就其实一直低于50 这跟考试一样 如果一直低于50 大概都避不了业 欧元区你看还在44.4 并没有说哪一个市场 也许特别好 然后这个持续萎缩的情况 既然长达18个月 我问你 如果我通膨能够有效的这样控制的话 我要不要这样洗 应该要 对不对 好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就整个就业的状况来讲 就就业的状况来讲 实际上大家为什么一直在关心 这个清理失业就业经营的人数 失业太多人也不行 因为代表景气 不但没有增长还衰退 那失业太少也不行 代表景气很强 太强会推升通膨 又会推升通膨 那又不能降息 所以目前调整完是21.8 很高于市场21万 好一点点 就失业再多一点点 但是又不能多太多 所以就业还是强劲 对不对 所以为什么 你看摩根斯坦利说 如果3月真的要降息的话 这个对股市有利 所以它叫多投私利 就业市场一定要降温 对 就业市场要降温 你去想一下 实际上我们去年在讲 联准会对2024年的 就业预估的时候 他希望失业率能够来到4.2 对不对 从3.8再跑到4.2 为什么 就是你的就业市场要降温 你就业市场降温 我才有理由降息 食业率拉高一些 对 我才有理由降息 所以大摩金融学家就喊说 就业成长一定要低于5万人 我不晓得如果5万零一千人的话 当然没有开玩笑 就是说其实在这附近 所以这个礼拜五非农就业 非农 我们特别注意看 特别注意看 因为如果非农就业的数字 真的低于5万人 代表就业市场有降温 当然不是说很严峻 而是说有降温就可以 你还是要强劲 不然你整个变衰退也不行 这是一个很有趣的一个 要控制得很好 但是又不能 不能 就是说这个氛围要掌握 很重要 好 那当然我们继续往下看 你刚刚说市场看好股市 对 但是为什么2024刚开年 美股就一月效应失灵 就是用四个字来回答叫不如预期 是不是 实际上现在有一个麻烦点是什么 因为坦白讲 因为去年第四季 大家认为降息的这个利多 先卡位了 就都在卡位 所以把股市一路往上推升 而且元月效应这件事 我们也没有跟大家随便讲讲 真的统计 就是元月 一月效应就是元月效应 9成以上 也就是说我12月买 去卡元月效应 基本上9成以上会对 所以这个一月效应是通常都会涨 通常一月都会涨 对 那这一次就是遇到这7.7 就是这7.7 当然我要解释原因 我们也不要说 以这种比较开玩笑的方式讲 我们用比较专业的角度去讨论 第一个美股超卖 这是事实 去年第四季 每股涨成这样 尤其是七大科技股 没有办法的事情 然后现在为什么 为什么VIX很低 因为恐慌很低 那就代表大家不害怕 这个对股市来讲其实比较不利 也就是说投资人的情绪很高昂 还记得我们之前讲过一个 这个凯因斯所讲的这个动物思维 就是说投资人的情绪很高昂 所以他不管外面的基本面状况怎么样 他就是要买股票 就是要买股票 你不要阻止我 这个氛围 那再来一月通膨降幅可能有限 这个其实是我们真正担心的点 我跟各位讲 接下来我们节目也会帮各位去追踪 就是一月三十一号 到底最后连准会降 他的想法是什么 因为我现在担心的是一月通膨 我要等到二月才会知道 如果降的不多 油价也上来 然后孕价也上来 那最后一月通膨没有降 那怎么办 三月就不会降息 因为目前我看到的是 五月降息的几率有在拉高 所以我现在担心的是说 三月完全不会降息 这个要注意 那再来就是第一季的财报 因为大家都认为说 第一季财报是不错 为什么 为什么会有这一个点的疑虑 你看巴克来 既然你开枪你可以晚几天 你为什么要在第一天 就开了这个枪 他下调了苹果股价的等级 但我觉得也是投行就这样 很客观的去告诉你这件事情 那为什么 因为他说iPhone15销售不是不好吗 那这样你iPhone16还会好吗 他就用这个逻辑去推 然后苹果就跌了 而且坦白讲七大巨头里面 这一波苹果股价也推不太动 因为市值太大 还有一个问题 他说欧美要对苹果监管的决定 一定会影响它未来的 服务业务的收入 还有一个微软 现在搭称AI这个势头 坦白讲苹果在AI这个领域的周末 我真的觉得是比较弱的 所以如果未来 你看微软也有手机 Google也有出 未来会不会取代 把苹果挤下龙头 应该说微软的笔电 跟Google的手机 会不会挤下苹果的MacBook 跟苹果的iPhone 这个要去注意 所以反而你看1月2号 苹果快被追上了 然后市值现在已经差不多了 对不对 影响力的部分 所以苹果去年股价虽然赢NASDAQ 但是在科技七雄就七巨头当中 它其实股价的表现 反而是最弱的 那营运成长的动能 相对来讲已经没有那么强 再加上巴克来又开了这一枪 这是我们担心的 因为就整个来讲 大家很关注 因为去年辉达带领着NASDAQ 股价表现非常的好 所以大家今年一开始就关注 可是一开年 你看就跌了1.68 其实坦白讲我也吓一跳 而且我觉得跌我就可以理解 因为你涨多了 然后稍微又下 可是幅度有点大 因为他跌了1.68 那2001年第三大的单日跌幅 这个不太对 但是我跟各位讲几个原因 其实我觉得不是基本面的问题 大家不用担心基本问题 几个原因 第一个12月实在涨过头 你刚刚提到涨太多 其中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是因为现在所谓的NASDAQ 他在设这个ETF QQ他们这一类 在设计权重的时候 他们已经开始去设计说 你这七大巨头 你占权重太大 我就要把你减少 你占权重太大 我就要把你减少 这个会在上涨的过程当中 遇到阻碍 但是是不是说 这样子就会变成一个 空头市场的氛围 我觉得倒不至于 但是要像去年那样子 猛烈的上涨 确实有难度 所以我觉得今年的1月 还能不能有圆月效应 可能我们还是得稍微 谨慎的去关注 也许真的这个月 就是那7.7了 好 刚陈燕大我们看到 美股在2024年一开年 就表现失利 那么主要是因为 苹果被巴克莱给降频了 包括在今年的圆月行情 都有可能会失灵 不过接下来大家要关注的是 才刚开年 美中科技战人又开打了 我们要请教朱老师 艾斯蒙罗尔应拜登政府要求 要提前取消部分的 这个DUV设备出货给中国 会不会又对这个中国的半导体发展 又给他一起中击 这势必的 因为原本都已经讲好了说 这个订单也下了 我赛自己都准备装好 准备要出口了 结果一声立下说 不准 为什么呢 当然是觉得 以前我们觉得EUV早就进了 没想到你DUV既然也可以生产 高阶制程的这些相关的半导体商品 但我当然不行 所以本来精力还没有生效 现在美国说不行 提前生效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 基本上是DUV 可是还是有不同的机型 简单来说 DUV已经比EUV还要低阶了 可是一样是DUV 它还是有分很多级 主要就是这个数字 它现在的精力是2000以上的 就数字大于2000的 都是属于高阶的DUV 所以它进的是DUV比较高阶的部分 DUV2000以上 好 所以这一次就是因为有高阶机种 本来准备要出货了 拜登一声令下 跟荷兰政府说 不准 所以荷兰政府立刻说不准 那艾斯某当然乖乖的 就不能再出货给这个中国了 好 那事实上中国在之前 其实它已经大量出货 就以去年七月到十一月 十四个月的时间 他们其实已经倍增五倍 光一个十一月 居然买了四十二台 你都觉得 他们是以为他在买自动贩卖机吗 他去买过头了 是被美国发现 为什么要买这么多 我们对应看到这边你就知道 其实是有道理 他们当然是在囤货 这是一个理由 可是另外一个大家可以看到 因为现在大家都知道 因为你的良率实在太低了 只有二十趴 二十趴而已 我刚有一个数字 叫做我进口了五倍 二十趴五倍不就百分之百了 也就是说 我用五倍的量来生产 不就可以得到我原本要的量了 所以我就大量进口 所以良率差没关系 我就大量进口 大家想说成本不就 因为这样子做 你成本很高 因为大家可以看到 UV只要九道工序 你这个居然要三十四道 不在乎 我做得出来 以当下来说 我做得出来最重要 所以中国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 那当然还有一个 他知道以后没有办法再进了 那怎么办 我以后还有维修问题 所以我多进一些 以后我就拆来换零件 所以他为什么要进这么多 那对中国来说 这件事情 其实他们早就预想 甚至回到艾斯摩尔 他其实早就知道 而且现在今天最新的消息 艾斯摩尔说 已经不是我刚说的两千以上 现在传言连一九八零都要进 更低阶了 低于两千以下都要进 低两千的 没有全部 现在是一九八零 因为美国突然发现 一九八零也是有能力生产 七奈米的商品 所以艾斯摩尔现在说了 连一九八零都要被进 这个其实已经算很旧了 那居然都要进 那对中国来说 我当然知道这件事情 是必然的结果 所以我们看到中国这几年 在做些什么事情 因为大家也知道 这一波的科技战 已经好几年了 所以你看中国知道 这些最关键的问题 叫做IP制裁权 我IP制裁权被你卡住 我什么事情都做不了 那以前我都觉得 花钱我就买得到 那现在发现 有钱也买不到的时候 那过去 那我已经得到教训了 所以现在他开始做什么事情 我大量申请专利 而且你看 这五年居然 全世界半导理相关的专利 七成以上都是中国申请的 你想这是一个多可怕的数字 我们就以大家生活上最接近的 手机现在是不是在流行5G 可是大家可能不知道 6G其实中国早就做出来了 而且6G的专利 一半以上都掌握在中国手里 你说怎么办 你以前你这样子去卡我 那我就跑更前面 而且我不是没有能力 我真的是有能力 所以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那再看到 有IP之外 当然还有什么 有人 机器我没了 我现在我掌握IP 再来就是人 人的训练 那就没有那么容易了 所以最简单方法 当然就从台湾去挖 从其他国家去挖 跟台商吗 长腔存储 基本上当然要有 他不能派自己 他们自己的人过来 一定是招我们的人 那台商当然就是跟中国相对关系比较好的 所以他就在台 招揽说你要不要来我这里 当然我会给你很好的很好的条件 所以利用这样方式 再开始招揽 可是我们其实早就知道 已经有相关的禁令 你如果在这件事情被抓到 已经不是罚钱而已 现在是可能会有行责的 对 上次有在节目提过 所以这就是中国要做的事情 那回到中国为什么要做这些事情 其实很关键的 这就是经济问题 我去查一下 中国的IT产业 就是资讯科技产业 站扎整体GDP带12% 说低不低 说高不高 问题是现在这一块 已经几乎都垮掉了 那我怎么办 我没有钱 那我知道怎么样 从其他地方挖挖挖挖挖 怎么挖呢 那当然我就要去看说 到底谁有钱 好所以中国要做这件事情 全国经济普查 而且是第五次的 五次的经济普查 经济普查 基本上你不能说他有什么特别 因为台湾也都有在做工商普查 那中国其实是每逢西元年三跟八 他们会去做 也就是说每隔五年 所以这一次其实是三 因为他是所谓的三是二零二三年 十二月三十一号为基准点 所以我二零二四年开始做这件事情 好 那原本我们如果在过去你做这件事情 我们都觉得理所当然 因为我们台湾也有在做这件事情 可是问题就是你这次做这件事情 不免让人家想到 你是不是想要从中挖到一些企业的一些 比如说你有没有诚实报税 诸如此类的事情 那当然表面说的就是 我只是了解一下产业的现况 因为他这次就是服务业跟制造 也就是除了农林于牧 我不查以外 其他我通通要查 把家庭都摸清楚 会不会有这些想法 我们不知道 那摆在眼前的事实 经济好不好 我们来看一件事情 就是所谓的网约车 也就是说 如果景气好的话 我们可能想要叫计程车 或是叫Uber 可是反过来 越来越多人要去开 这种所谓的网约车 那是不是你觉得你的正值 收入不够 或者是工作不好找 中共不好找 所以你看在2021到2023的两年当中 暴增了43% 这么多人要去坐网约车的司机 可是问题是 会去叫网约车的人 结果只增加不到一成 所以你看到 就有这个开网约车人就说 以前平均一天可以23单 好多 结果现在剩10单 那再来就是 大家都赚不到钱 那也就算了钱还变 也都变少 这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 那再来还有反映在一件事情 叫做房租 以前我们都主要就谈房价 可是房价跟房租 其实是有非常大的关联性 尤其我们看到北上广 这三个一级城市 房租通通都在下滑 原因很简单 我以前收入很高 我租一个好一点的房子 现在我没钱的 譬如说现在这个例子 有人原本他要租一个一万二人民币 算是很高级的房子 结果他就说我要跟房东要做要退掉 因为我现在收入变少了 房东立刻说 要把我算你八千就好 直接从一万二人民币降到八千 那更不要说我本来有租房 是因为我在这里有工作 那我现在在这里没工作 我当然房子要退掉 那所以对房东来说 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问题 所以我们看到习近平上来以后 一直在进行这件事情 叫反贪腐运动 反贪腐这看起来 当然绝对是ok的 绝对是好事情 那事实上在习近平任内 他抓到的贪腐的这些人 很可怕的数字 五百万人 我这人数真的好惊人 对 怎么看都觉得 好像这件事情很正面 五百万人惩罚 好 可是再回头想 你为什么做这件事情 做得这么积极 是 那当然负面一点来想就是 中国真的贪官太多了 所以我一定要 我一定要去整数 可是如果更进一步去想 你有没有政治意图在里面 你说要抓一个官 很青年都不贪 其实是蛮难的 不客气的讲 其实是蛮难的 可是就变成我要不要动你 对 那我今天要动你 可能有两个目的 第一个 我整数你 因为你跟我本来就是死对头 你根本不是我这一派的 所以我要整数你 第二个 你原本 我觉得你是我这一派的 后来发现你不忠诚 我也要整数你 好我随便怎么查 你一定会有把柄都在我手里 那这是从政治的角度来想 如果换一个角度 从经济的角度来想 贪官不就意味着他有很多钱吗 对 我把你挖出来 把你的财产抽空 我就很多钱的收入 我们就以之前贵州茅台的董事长的例子来说 大家去看到几年前贵州茅台 都是几十亿 所以像他抓到这种贪官 你说对地方政府来说 财政大补完 所以他为什么要去做这些反贪腐的事情 不就是跟经济 也有相当程度的关联性 刚刚朱老师 但我们看到是在中国 目前的这个经济的状况 另外我们再来关注的是在台股 台股在今天真的表现很弱 开低走低 而且在盘中是 中错了超过三百点 一举灌破了月线 所以大家就说志玲离万八越来越远了 还有机会再攻上万八 对 我相信今天大跌 大家投资人心情会不太 会闷闷的 会不露不露 所以我今天也蛮应景的 穿着蓝色的西装 但是有玄机 我戴了红色领带 跟大家讲其实是有希望的 大家先不用担心 这个行情来讲的话 今天的下跌 我们先把它视为一个 涨多的拉回 因为毕竟其实真的 11月份涨很多了 那你说第一 去年第四季涨这么多 那第一季你说它还要再像 复制11月份这样大涨 其实不太容易的 所以我认为在第一季 有很多的事情 我们一一来跟大家讲 其实为什么不用担心呢 因为其实还有一些利多在后面 有两个展览 一个是在1月9号 这个CES展 那再来2月 2月底这个地方 有MWC的通讯展 所以我认为利多还没有用完 所以其实拉回的时候 肥鱼我们可以看 今天的这一根黑K棒 看起来蛮吓人的 但是你看下面的成交量 其实是缩的 缩的 对 所以其实你看 它这一段涨势量增 整理量缩 所以其实今天灌破这个黑K棒 我们刚刚已经讲到说 既然有这个CES展的题材 其实你稍微观察一下 今天盘面 伪创 广达 这些AI的股票 突然都有买盘 而且都有翻红的现象 其实就是有买盘去卡位 所以我认为跌下来 其实你是可以 找一些题材股去买 但是涨上去第一季 我们建议投资朋友 你要稍微去获利减码 为什么呢 因为我先给大家结论 这个盘势 它会走一个高档区间震荡 因为真的涨很多了 而且其实基本面来讲 真的并不强 我们看第二张图表 昨天公告最新的 台湾的PMI 刚刚第一段 陈彦哥其实也有提到 欧美的PMI其实不强 那他都是我们出口的客户 大陆也不好 所以其实你可以反映在 我们台湾的制造业PMI 现在好像有点提早过年的现象 他都在这个龙窟线50之下 46.8而已 没有错 所以PMI它是一个领先指标 代表这些经理人 有没有这个对前景乐观去下单 有订单 这是拉订单 所以其实谷底看到了 但是其实复苏的状况并不强 那我们再来详细看一下 这个产业的部分 我们从最新公告的外销订单 因为外销订单大多数是 对于未来大概两个月 所以也代表是第一季 那这些的产业 从资通讯电子产品 光学器材 金属类包括塑胶 化学机械 这些八大的产业 他们如果是对未来的展望 是有信心的 会愿意多下订单的话 结果放眼望去 没有一个高于50 没有错 就是大于50代表有信心 但是几乎没有一个 所以这是要跟大家讲 其实基本面不强 那第四季又涨这么多 那基本面又不强 那你怎么会期待说 第一季它会大喷特喷呢 所以我们可以来看一下 再来就是从汇率的角度 今天也是股会双杀 台币也是重点 是 但是我为什么跟大家讲 其实跌你也不用那么担心 其实涨跟跌这段的涨 是因为汇率的升值热钱进来 那这两天的跌 就是因为汇率的贬值 但是我们可以来跟大家讲一下 为什么我说第一季是高档正当 因为汇率我们帮大家算过 第四季大概这段 升值了5% 那台湾又那么多电子股 毛三道四 直接就已经5%不见了 所以在第一季会有很多的 这个汇损的利空要消化 但是要跟大家报告一下 这个汇率你说台股要大跌 一直扁上去 其实不太可能 因为其实大家对于联准汇的 接下来可能要降息 是已经有预期了 所以美元来讲 它也不可能一直强 所以代表跟大家讲 台币的汇率将来也是个震荡 所以大盘的部分 其实也只是一个震荡而已 所以就是区间震荡 跌你可以找一些股票买 但是涨上去 基本面不强 你要减码 所以就是区间震荡的一个结论 如果在高档区间震荡的话 在这个时候 我去找一些这个指标 圈子股 龙头股 会不会比较安心一点 对 既然我刚刚有提到说 如果汇率是这样的话 代表台币不可能一直在扁了 是 那它可能会扁一下 但是你说要再回到32 然后指数要重挫 其实几率真的不是很大 空间也是不大了 对 所以这时候我们就要看 那后面有没有什么样的提材个股 其实就是要看消费性电子 因为CES就是消费电子展 对 那我们上次有来跟大家讲 其实这次消费电子展的重点 全部都是AI 那到底有没有机会 像大摩讲的上2万点 其实也是要看这次CES展 所端出来的消费电子市场 到底买不买单 如果买单的话 那那些PMI 那些订单就会涌进来 那后面就会看好 所以其实接下来行情 我们来看这四大天王 第一个当然要看台积电 因为这边1月份 有很多的关键时间 所以消费电子指标 我就是要看这四大天王 对 因为这四个都是 手机的比重高的 那我们看一下 1月10号它公告营收 那因为汇率升值 所以大家基本上也知道 营收可能会低于预期 而且也会有汇损 所以它又跟上次的版本一样 在这个营收出来之前 会先整理 但是营收出来之后 有可能会往上 那这次法说会稍微延到 1月18号 它会释出展望 包括资本支出会不会调降 所以1月18号 它也是一个重要转折点 那既然这个大型全职股要涨 那跟联准会 1月底的这个会议也有关系 所以资金的流向 会不会让台币的部分 又开始转升 那这个就会有机会 所以大家不妨可以去关注 这个时间点 那再来就是联发科 要特别注意 因为我们之前在8月底 700块跟大家讲 一度涨到1000块 那这里最近遇到外资降频 它把它降频的目标是952 那就是今天的收盘价 那它明天要除全息 要除24块钱 所以如果它除全息之后 它能够顺利填全息 那你要注意 代表说 基本上它已经消化力空了 而且它其实是这次边缘AI里面的一个指标股 如果它也能够重返千元的话 大概是市场上认同这个边缘AI的题材 再来我们看这个手机比重的大力光 因为刚刚陈彦哥有讲到苹果被降频 所以今天跌的都是苹果概念股 那大力光来讲的话 它其实还是在月均线之上 所以我们要特别注意 因为它的老板是老实数 所以接下来它会有法说会 会讲未来展望如何 而且我觉得有个不错的题材 就是Regime Pole在1月底 所以其实很多的消息面 其实都在1月底 如果这些市场上认同AI手机 接下来会不会卖得好 那苹果股价有机会提振 这些股票其实有机会 那最后我要跟大家讲 攻击万八或者是行情 第一季真的可能见高点 那就看这个股票 看鸿海 就是看鸿海 因为有这个现象的时候 它容易见到顶 为什么我这么讲呢 2021年的鸿海 喷出去到131 刚好是2021的1月份 台积电充600多块的时候 鸿海通常 如果你在股市经验够久的 鸿海通常是最后一棒 就是那个最后的补涨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现在鸿海的股价 其实它在稳定的跌高当中 所以我跟大家讲 这行情还没有结束 那你要特别注意就 鸿海如果它有突然 大涨喷出去 就像我们今年7月份 行情跌的时候 它先冲到116 7月份是不是就跌高点 就下来 那现在鸿海只是在量缩 跌高的阶段 所以这一个 它没有成为最后一棒 喷出去的话 我认为行情投资表 现在可以先放宽星 好 刚刚志玲到我们看到 虽然台股在今天是重挫的 但是接下来还有MWC 还有CES展 所以接下来还是有利多可期的 而且观察的重点就是这四大天王 那我们再来看到说台股要特别关注 在这一期荆州刊有提到 在2023年去年整个加权指数上涨幅度 百分之二十六 但是国内一般股票型的基金更惊人 不但是八成以上战胜大潘 而且冠亚均还超过九成 我们要请教副总主比 那么接下来2024年到底要怎么样去操作呢 而且这个AI股在去年 大家非常关注 今年还是在留意AI吗 对 去年台股涨了20几% 不过我们看到股票型基金前10名 对不对 80几% 90几% 甚至还有100% 对 大家觉得很惊人 其实我们知道这两年 资本市场最红的是什么 其实是ETF 对不对 到去年11月底 台股已经有245档ETF 总资产管理规模也已经快要到3.6兆了 这两年其实投信也很积极在发ETF 很多投资人就会想说 看到这个基金的绩效又这么好 就会想说 我就买股票型基金 对 就是到底要投资主动的基金 还是被动的ETF 不过其实他们的操作逻辑是不太一样的 我们知道主动其实就是靠基金经营人 他的选股的功利 然后操控盘的绩效等等 其实ETF它就是追踪这个指数 就是要很忠实的复制这个指数的涨幅 它才是一个好的ETF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其实你大概也看到 这个绩效很好的基金 其实它去年一定都是有买到 AI这些标股 对不对 所以绩效才会这么好 也就是说可能在行情特别好的时候 它会有一些超额的报酬 不过我们也看到像前年底 台股的表现不是很好的时候 当时反而是反向ETF的表现比较好 因为大家可能看空去放空它 所以青菜萝卜各有所好 其实投资人也可以灵活的 来选择这个工具 其实最重要当然就是 这些金牌操盘手们 他们怎么看今年的展望 其实他们就觉得说 今年应该会迎来一波 三到四年的复苏期 新一轮的复苏 主要是因为台股上市贵获利的高点 其实是落在2021年4.22兆 到了2022年 它就掉到3.89兆 到了去年只剩下3兆 所以说已经连续滑落两年了 不过大家预估说 今年大概可以回升到3.5兆 所以代表说这些企业的获利 不但是止跌回升 而且在3到5年内 还有可能再突破2021年的高点 所以说企业它要突破 获利要突破高点 当然跟AI也就脱不了关系了 只是说去年我们知道AI大涨的 都是这些组装厂 对不对 那今年的话主角也有可能会换人做做看 那我们也可以观察两个方向 那第一个当然就是我们知道AI受惠的话 半导体厂一定也会受惠 对不对 那比如说像台积电是以先进制程为主 那它也拥有这个AI晶片的这个高阶封装的COAS技术 那我们知道AI晶片呢 今年的量大概会比去年成长一倍 因此在这个高单价 然后这个利润也高的状况之下 当然就会提升这个整体的产能跟获利 所以呢这个法人就预估说 这个台积电呢 今年的这个获利可能可以突破一兆元 那当然这个COAS相关的设备商 也都可以受 也都渴望受惠 那另外一方面呢 我们知道去年红了一整年的股票是什么 就是这个NVIDIA嘛 对不对 穿着皮衣的那个男人 对 那到了今年 因为它就是这个AI晶片嘛 那到了今年呢 可能就会有这个百花齐放的状况 因为我们包括 我们知道包括这个 像这个Google 还有这个Intel等等 可能都要这个自制 这个AI晶片 那这对我们台湾电子业就非常的有利 因为你知道我们台湾电子业 就是提供这些强大的军火库 对不对 所以包括像这个IC设计啦 到IP这个锡制材啦 还有包括散热啦 PCB啦 然后甚至是这个电源管理啊 零组件等等 那都渴望也迎来这个新一轮的洗牌 因为毕竟这是一个新生成的供应链嘛 那从无到有的效应就会很惊人 那有一位经纪人呢 他也告诉我们呢 就是定调呢 今年呢就是这个谷底复苏 货币宽松 是不是听起来蛮棒的 降息的关系 对 就是因为大家有 降息的这个期望嘛 所以资金可望从这个大型股 流上这个中型股 然后还有成长股等等 那当然啦 AI景气复苏题材一定是重点嘛 那景气复苏题材呢 除了这个D-RAM记忆体以外呢 那其实包括说我们知道手机跟PC 今年都有渴望迎来这个换机潮 那尤其呢 现在AI其实都很积极的在导入到这个终端设备上面 那如果呢能够有一些杀手级的技术出来的话呢 那势必大家这个换机的需求也就会更高 那所以呢这个消费性电子产品呢 在今年也会是一个观察的重点 像AIPC这样 对 那除了这个股市之外呢 其实债市我们知道台湾人也很喜欢买债嘛 对 那其实这个经济经理人就说 像这个非投等债 那主要可能还是要看这个标的的信用 因为毕竟呢 你其实整个团队可能做了这个一整年的研究 他对于这个汇率利率可能 也没有办法预测的这么精准 那当然这个时候分散就会是一个很好的风险嘛 因为他可能一个基金里面 他有150档债券对不对 那有些单一的就是违约的 他可能就可以降低他的风险 那也许也可以找到一些 就是比较好的标的 那另外呢在新兴市场债的这部分呢 我们知道去年下半年以来呢 因为中国的状况不太好嘛 房地产的这个外债违约 然后包括这个外资啊 也陆续的撤出中国 香港啊 然后包括亚太的这些公司很多人 都因为强势的美元 他就停止发债了 甚至流动性不足 那所以新兴市场债也不太好 不过呢最近也看到一些机会 比如说呢像这个外资就预估 这个违约率呢 可能从去年的这个10% 会下降到今年的5.4% 所以也可以吸引到这个资金 然后流到这个新兴市场债 不过呢其实我们也可以看到 从刚刚听下来呢 还有去年底呢 就各个法人机构对今年的展望 其实看法都很类似对不对 然后所以呢这也就更考验 这些基金经理人哦 他们这个选股的功利了 好我们今天休息 想要稍后来关注的是呢 这个台湾有一家老茶具哦 竟然是可以红到 连这个很热门的韩剧都爱用